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您收看八方论坛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跟您谈的是有关228的故事 我今天定的题目是228的故事 您可能不知道的另一半 或者您根本就是不知道的另一半 因为这另一半的故事说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我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能够为您请到 《远望杂志社》总编辑石家英、石老师 来和我们谈谈这个事情 主要的是因为《远望杂志》在最近的一集 连续有几篇 或者最近的几集连续有几篇是谈 这个另外你不知道的另外这一半的故事 所以说我今天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请到石老师的节目中跟我们谈谈这个事 首先当然我们要把石老师请入我们的画面之中 跟石老师打一声招呼 石老师非常谢谢非常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想就这个事情我们赶快带入正题 您在杂志之中主要介绍的是唐显龙先生写的这一本书 还是两本书我不太清楚 因为它有两个名字是同一个本书吗 还是怎么样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同一本书 这本书在当年也应该没有公开出版 这个书因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书是手抄本 那除了这个手抄本之外 没有见过其他的版本 但是这个手抄本被很多人引用 所以在228的这个 关心228的这个圈子里面相当的有名 那我估计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个手抄本的影印本 书名就是台湾事变内幕记 然后唐显龙自己又把它提了一个名字叫台湾事变面面观 这两个名字是同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就是唐显龙 他是个记者 他在那个228事件前到台湾 到228事件之后 才离开台湾回到大陆 他是当时在南京的一个报纸叫大纲报 纲是我们讲那个自大自纲那个纲 大纲报的记者 大纲报的背景也有点特别 他原来是抗战期间的某一个战区 那个地级战区我现在忘掉 他是某一个战区的报纸 那抗战胜利之后 就转成民营 但是由国民党CC派陈利夫他们入股 所以股东也许可以算是国民党 但是基本上他们不是那么的像党的宣传机器 所以他在当时也算是一个 就是在新闻报道方面算是还蛮有名的一个报纸 独立性比较强是吗 对独立性比较强 当然这也不排除 因为他的背景是那个 等于他出资的大老板是CC派 所以在台湾的报道 因为台湾当时的行政长官是陈一 陈一被归类为政学系 所以他们等于是跟陈一没有什么利益牵扯 反而变得什么都可以报 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 就是自由度反而比较高一点 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自由度比较高 当时在台湾其实很多的媒体 自由度都相当高 因为陈一不太管媒体 但是大陆的媒体 比如说像中央日报 中央日报就比较会考虑到整个国民政府的形象 中央日报可能有一些事就不会讲 但这个大纲报 原来对唐贤隆的报道没有什么约束 所以大陆的报纸派出到台湾来的记者 大纲报 因为刚好唐贤隆在台湾 所以大纲报对228事件前后的报道 可能算是 或者说事后出的这本书 算是内容最详尽的 有一个问题 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 想到就是这个大纲报 以及唐贤隆他的这本书 这不可能是当时报道228的唯一的一个媒体 当时很多媒体在报 但唐贤隆这本大概是最详尽的 他在台湾 从事件前 他在台湾大概待了四个月 事件前就来了 对到事件之后 大概三月底四月初左右吧 回到大了 然后他把在台湾期间 几乎每一天所见所闻 统统很详实的记下来 几乎像日记一样 对对 几乎是如此 当时可能并没有立即见报 但他事后就整理成这样一本书 所以如果说就228事件 新闻记者对228事件的观察 唐贤隆这本书的记载应该是最详尽的 但其他的报纸也有一大堆的报道 确实有 包括就是说当时大陆上的一些报纸 对28事件也有不少的报道 但都没有唐贤隆这本书这么详尽 刚才石老师您谈到唐贤隆这本书 他的客观性 他报道的客观性 我想了解一下 他这本书 距离了解他报道的真实性如何 就是事实性如何 他这本书 因为他是个新闻记者 所以基本上他是有文必录 然后我们现在对他的生平还不是很了解 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资料都说 他是当年的也算是蛮有名的一个记者 擅长做政治报道 就是擅长写政治新闻 是的 所以我估计他为了要等于是照顾到自己的品牌 他也不会乱报道 这本书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内容 以及看到他写这些报道的 他的下笔的那种口吻 感觉上他并不会刻意要去违避什么 或捏造什么 或夸大什么 他就是有文必录 就有文必录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他的这些记录算是可靠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 他只能把他当时的见闻写下来 很多东西他听到的 他没有办法查证 所以我们在重新整理 连载这一本书 后面两章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也有说明 他在当时台湾那样一个乱局底下 有很多他所听到的 不是他自己亲见的 他听到的事情 他也只能就他所听到的记下来 所以在引用他这本书 不是他亲眼所见的部分 我们还是需要查证 但至少他不会去捏造 在这一点上来讲 他仍然是个可用的史料 只是不能单凭这个史料来论断一切 所以说就到目前为止 施老师您的发言 您的评论 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要研究 要了解228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当时的状况怎么样 这本书他在研究的价值 或者了解这个事情 当时的价值是相当高的 我这么说您同意吗 对 他等于算是当年留下来的 第一手资料之一 而且尤其因为他的详尽 他自己亲身经历 然后他自己又不是一个 他不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 他既不是旁观者 对他是旁观者 对 所以反而就可信度就增加了更多 我想把话题带到今天 我们下的这个标题的主题 那就是228的故事 你不知道的另外一半 我首先要麻烦施老师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故事的另外一半 就是您认为我们可能不知道的 或大部分人不知道的另外一半 顺便我在这做个注解 我还要向我的观众打起招呼 在节目的下端 就是在节目的这个 你的看节目的时候 不管你是用YouTube 还是我们的网站看 就是说下端呢 这个 石老师的永恒杂志对这件事件这本书的揭露呢 好像一共有几张啊 有五张是吗 四张 四张 我都那个链接 我都列在这个这个网站下面 那么您可以自己去看 根据我自己看的经验呢 是很容易读的 就像就像看一个人的日记一样 所以并不是很深刻的一些一些文字 都是就是描述他当初的一些见闻 所以在这也向观众打一次招呼 那么石老师 我现在再把麦克风交换给你 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吧 我刚刚没讲清楚 这本书它是四张或者四卷 那我们现在只整理它后面的两卷 然后现在在那个微信的公共号上 推出了四期 还没有还没有推完 但实际上我们在远望杂志 已经把它的后两卷全部整理 连载完毕 这四集跟后两卷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解释一下 它就是后两卷 后两卷的第三卷跟第四卷的刚开始的一部分 第四卷还有一部分在后面 我们还会再接着推出来 这样子 趁这个时间回头 给我们介绍一下石老师 这本书它的篇幅有多大 它有多少页 给我们一个概念好不好 这个页比较 因为它是手抄本 它每一页没有多少字 这页恐怕 不是很 怎么讲 那个页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 页数不会是很多 但是我想让观众了解一下 这本书是很厚重的一本书呢 还是比较轻薄的一本书 我印象中是五六百页 哦这样 那也不是轻薄 对对对 但它是手抄本 所以它字体比较大 所以每一页字不多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 有一个出版社 对不起 石老师 我先把这个问题 现在理解 有一个出版社 叫石英出版社 他出版了这本书 他出版的是签字本 还是手抄本 就是手抄本 哦 对 但这本书在台湾 石英出版社出了之后 好像也不畅销 因为我们在市面上 从来没有看到过 我们是在要整理这本书的时候 才注意到石英 在2016年的时候出过 那可能也是因为手抄本 读起来不太方便 然后售价又比较贵 哦这样 对所以 在我们整理之前 这本书应该说 直接看到它内容的人 还是不算多 它只是在研究228的这个圈子里头 大概人人都知道 我有点感叹 石老师 我有点感叹 像这种工作 应该有人要做 我觉得 至少国民党应该要做 但是国民党可能它的单子太多 或者它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 不管它是什么原因了 但是我觉得目前这个事情 如果 真正对228这个事情 有兴趣 而这本书 它的价值就那么高的话 可是人们看到 只是 只是 只是这个 手写版 不是千字版的话 那是很遗憾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 石老师 我想你一定同意吧 对 但这个麻烦就在于 刚刚您问起这个228的故事 有两半嘛 麻烦的就是 国民党也不愿意面对 这个另外一半 国民党应该讲 国民党从头到尾都不愿意面对 因为这本书 它的前面两卷 主要是在讲 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之后 许多的政治措施 引起台湾社会的反感 就是所谓的贪章亡法 那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国民党不愿意去看它 然后它的后面两卷 讲的是2月27号 就1947年的2月27号 那个茶器失烟 茶器失烟 然后造成 那个专卖局的警察 打伤了烟犯 然后又不小心 打死了一个旁观者 之后引起了那 整整十天的暴动 和后来的 国民政府的军队 来台湾的震报 这些是 又是国民党 也不愿意谈 或者是 不敢去面对的事情 所以前前后后 都是国民党不愿意面对的事 所以这本书 国民党是希望这本书不存在 所以我们会注意到 就是以前 会提到这本书的 都是反国民党的人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台独用这本书 只用前面两卷 不用后面两卷 好 施老师 对不起我刚刚把话题又岔开了 现在我再帮你把话题再带回来 为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这个失去的这一半的故事是怎么回事 前面的两卷主要讲的是 国民政府 也就是那个 陈毅的那个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在台湾的一些 叛章枉法的事迹 然后引起民怨等等 后面两卷讲的就是 我们现在讲228事件 实际上是227事件 227号那天的茶器失焉的事件 然后引起后来的一连串 对 一连串的那个连锁反应 那前面那两卷是 台独派非常喜欢用的 因为可以用来合理化或正当化 后面的那个十天的暴动 但是呢 后面两卷台独是不愿意用的 因为后面两卷有大量的当时 在227的那个茶器失焉的事件 一出来之后 台湾整个岛 从南到北 到处都发生 主要在城市里头 因为外省主要在城市里头 到处都看得到 就是一些本省级的报名 很多是台积日本兵 在街头或在车站 就是南下人来 问你的背景 就查问出你是不是大陆来的 如果你是大陆来 你是外省人 就打你 不管你是不是公务员 不管是 如果你是公务员 他也不管你是不是贪官 所以当时那个 唐贤隆这个书里面讲的 一开始的227那天 他讲 当时那些 起哄的那些群众 他们口中喊的叫做打阿山 他不是打公务员 不是打官府 不是打贪官 都不是 他就打阿山 阿山是什么 阿山就是外省 唐山来的人 这从事变的第一天开始 就有一大堆的人 他就是看到外省人就打 但这个事件 这个部分 是台独不愿意让一般人知道 因为如果让别人知道 228事件原来 227那天 炎火引爆的 是本省人去打外省人 而且不但打 还杀了不少人吧 对还杀了不少 这样的话就不是反贪官污吏了 这就在反中国人 这样的话 那个台独派要去用228事件 去正当化 他们的这个台独立场 那你的你的口实就弱了 被台独派几乎不引用后面两件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这个228的故事 有你不知道的另外一半 因为现在台湾 228的话语权在台独派的手上 而他不让我们知道的另外一半 就是唐贤隆的后面两件 所以我们就特别把后面两件 整理成比较容易阅读的 这个签字版本 然后加上教著 在杂志上连载刊出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 其实228事件有一个阴暗面 这个阴暗面是现在的台独 现在民进党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 而这个阴暗面 是我们未来需要避免历史重演的 然后如果再回到228这个事件的 不管它是定性 还是我们怎么样去讲述这个228故事 228基本上有四个说法 都有部分的正确 我可以把它整理成两队 两组的四个字 第一个是官逼民反 相对于反民逼官 第二个是台共起义 相对于皇民造反 这四个讲法都有局部的正确性 首先我们讲官逼民反 某种程度确实 国民政府在台湾的一些施政 确实是有它的问题 但是其实相对于大陆来讲 陈一政府在台湾的施政 比国民政府在大陆上其他地区 恐怕还好一些 所以其实这个官逼民反 不能够解释那么多的问题 但是官逼民反不能说没有 就是因为确实国民政府 在台湾的所作所为 有不少的失误的地方 但是即使这个部分 也要考虑到 就是在台湾刚光复的时候 日本人是想要把台湾搞成一个烂摊子 留给中国人 让中国人无法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史料 像在那个日本都已经投降了 国民政府还没来的时候 台湾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台湾银行 还从日本本土运载了一飞机的钞票 到台湾来发行 马上造成台湾社会的通货膨胀 然后在光复之前 就日本投降之前 日本在台湾是实行严格的物资的管制 所以在台湾虽然物资紧缺 但是通货膨胀不会发生 然后市面上一般 就是你可能不见得买得到东西 但是至少有什么货 你还可以按照一定的价格去买 但是在日本一投降之后 日本在本土还继续严格管控这些物资 这些物价 在台湾他完全放手 也加上我刚刚讲 那一整个飞机的钞票运到台湾来 所以其实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 他接收到的不只是战后的一个残破的台湾 还加上日本人在最后临走的时候 临去秋波来这一手 要把台湾给搞烂 所以国民政府来台湾面对的是个特别难以处理的一个 很麻烦的一个台湾社会 可能我猜那个时候 可能国民政府的高层还没有 还没有理解到处理台湾 接收台湾问题的这个高度的困难度跟敏感 他可能低估了台湾 他某种程度是低估到有这些困难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困难 例如说他会选陈宜来 其实陈宜来接收台湾是很适当的人选 首先他是留日的 他在日本 我如果没有记错 他不只是那个士官学校毕业 他应该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 日本陆大毕业的 他跟那个当时日本最后一个总督安藤立吉 他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所以他是可以正的住在台湾的日本人的 那他自己是知日派 他不是亲日派 他是知日派 他自己又在抗战期间 当那个抗战前开始 他就是福建省的省主 当了很多年 他是对于 闽南这个社会 因为他台湾人都是闽南人 闽南人为主 他对于闽南这个社会的人情风俗 以及隔海对岸的台湾 他的了解应该也是当时国民党的高层里面 应该是知道的最多的一个 所以其实派他来是几乎是不二人选 而且这个人其实很清廉 现在很多人讲国民政府来台湾 什么贪赃王法讲一大堆 没有任何人可以举出任何一个例子 说明陈怡曾经在台湾贪过屋 所以其实 找陈怡来接收台湾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政府是很重视这件事 但是国民政府低估了 台湾这个社会 要重新接收回来 重新把它变成中国人的社会 它的困难度 国民政府显然低估了这一点 他们本身内部的派系斗争 又导致陈怡不可能一手掌控台湾所有的施政 所以其实国民政府在台湾的很多表现 那个账不见得要算在陈怡头上的 但只有他都得背 整个黑锅都他要背 所以陈怡在二二八事件里面 几乎完全被描写成一个反派 但其实我们多年后回头来看 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最多只能讲他的能力不足 但是问题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 可能也找不到更有能力的 所以这是我讲的 应该说国民政府低估了 接收台湾的困难度 但不能讲他们完全没有这个预想 然后我刚刚讲说二二八事件 我刚刚讲四句话 官兵民反的部分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官兵民反能解释的范围其实不大 可是在台湾的这个社会 已经在日本的统治下 尤其在日本1937年开始的黄民化底下 在这个时期成长的这些台湾人 基本上他的认同跟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我们现在其实看到 我们现在知道台湾有一个现象叫天然毒 这些天然毒是怎么样长成的 就是从小被教育成他不是中国 台湾跟中国是一边一国 隔海对峙的两个国家 然后他是台湾人不是中国 台湾人不是中国 他被教育成这样子 不假思索他就是台独 我们可以回头来看 其实在台湾刚光复的时候 有不少台湾的本省级的民众 如果他是在黄民化时间 黄民化那段期间受教育长大的 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今年228事件前不久 228 就是2月28号之前不久 我们去访问了 现在算已经很 所剩不多的 当年参加过228事件的 左翼的人物 就是陈明忠先生 陈明忠先生 他在回忆里他也这样讲 他其实在日据时代 他在念书的时候 他一直以为他是日本人 也就是说 在当时在台湾 大概1930年代出生 成长的那些小孩子 大概都会很自然的觉得 自己就是日本人 因为你的生活圈 你所接触到的资讯 你所受到的教育 都是这样说的 结果陈明忠是在上了高雄中学之后 跟日本人打架 然后他先是打赢了 结果后来被日本人围殴 硬把他给打输 然后日本人跟他留下 落下一句话 就是你们这个 就是本岛人 可以跟我们内地人 那时候讲内地人就是日本人 你们可以跟我们内地人打架 但是你不能打赢 他从这句话体会到 原来我跟你是不一样 然后他才开始想 那我是谁 然后才想出来 原来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可以 从陈明忠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后 那个阶段 其实从1895年起算 已经有50年 这个50年里头 尤其在最后在黄民化期间 日本人把这个黄民化的教育 扩散到全岛 在这一段期间成长的小孩子 只要你不假思索 你就是认同日本 要直接反应是这样的 如果不认同 所以直接反应是这样的 就跟现在天然毒一样 所以天然毒跟当年的那个 天然认为自己是日本人的台湾人 其实都是从小被教出来的 只要你不用脑 不假思索 你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1945年 战败 日本战败的时候 其实很多台湾人是觉得 他们也是战败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是中国 他们以为他们是战败国 后来突然发现 既然我们跟日本不一样 因为我们既然恢复了中华民国国际之后 我们是战胜国的 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转变 但那个转变很难讲 他在内心深处有多大的体会 很难讲 所以等到真正面对 从大陆来的外省人的时候 在你想想看过去的八年里面 甚至于从1931年起算 过去的14年里面 日本跟中国都在作战 而台湾人是被迫 从日本的角度去参与或观察 整个中日战争 然后1945年8月15号 日本一投降 台湾的这些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被叫成是日本人 这些台湾人 突然要面对 昨天还是敌国的人 今天要变成主 他们其实内心是有很多的抵触的 有很多的难以理解 很多的不容易接受 这个是台湾这个岛上 面对的一个特殊情况 所以在大陆上 像国民党 我们讲道行逆施也好 讲这个 贪章王法也好 远比台湾严重得多 但在大陆上 反而不太容易看到 像台湾这样 一把火 就是稍微一个导火线 一个小的事件 立即延烧到全岛 大家一起来打阿山 一起来反对国民政府 在大陆上反而不容易看到 在台湾看得到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台湾这个社会 在经过了日本殖民统治 经过了黄民化之后 已经相当程度的 在认同上已经被扭曲了 所以我讲说 官兵民反不能解释 整个二八事件 尤其是在2月27号当天 为什么这样一个事件 可以立即延烧到全岛 是因为台湾的许多人 看大陆来的这些大陆人 就是不顺眼 然后既然OK 现在有一个机会 然后过去确实光复以后 他们的生活确实过得比较不好 但他们没办法想清楚 这多大程度是日本人的责任 那当然你所有的火器 优先会向现在这个当政的人发 那当政是谁 是国民党 但他们看到的国民党是外省 他就打阿山 所以我说 二八有一部分是官兵民反 但有另外一部分 可能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反民逼关 这些人本来就不希望 或者不那么心甘情愿 被统一 或者被中国人来统治 被外省人来统治 他看到的不是国民党 他看到的就是外省人 他眼中看到的 不见得都是贪官污吏 但他看到的贪官污吏 全是外省人 他就很自然的把对贪官污吏的反感 全部扩大到外省人 再扩大就是对中国的反感 那这些人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会起来闹事 这就是反民逼关 所以我刚刚讲 现在很多人都把228 只讲成官邸民反 于是呢 这些起来闹事的 或者起来打砸抢的 甚至于起来再打杀这些外省人 都变得可以正当化 可是我们真正看 我再看了以别的 现在是从这个改了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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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现在是十二十二十二十四千万 参加所以成为 这些人是一个新的 或者都是在認同上有被日本黃民化扭曲的 像陳明忠就是 陳明忠他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但他討厭國民黨 因為他是左翼的人 那對這些人來講他們確實是起義 或者說從他們的角度來講 他們參與的二二八事件是中共領導的 所謂新民族主義革命的一環 但是我們仍然不要忽視了 在二二八事件裡面有很多其他的 是因為對中國對外省人不滿 或者說他們的認同已經被日本扭曲 所以風吹草動就會起來鬧事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黃民造反 因此二二八並不能完全用起義兩個字 就涵蓋過去 天山